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确确成为别国的重要城市 中国人该做何感想 这个地方叫弗拉迪沃斯托克 是罗斯在远东最为重要的城市 意味震东府 该地曾经的中国名叫海参崴 因生产海参得名 自古是中国的领土 这是有历史根据的 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唐朝 那个时候这里是伯海国率拼复 在后来的宋金时期 属于金国的管辖之党 在远朝时被延续 改名为大明城 也就是说早在一千多年 前此地就属于中国 虽然历经朝代更典 但一直都是中国的领土 到了清朝时 这里归属吉林魂春术都同管辖 遗憾的是清朝晚期国力衰入 十七世纪中期被沙皇俄国所寄予 因为海深威是一个天然的不动 港口位于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带 是一个绝好的贸易港口 在清朝国力强盛的康熙年间 清朝和沙俄签订了迷不楚条约 明确表明海参崴属于中国 但是康熙前往之后国力衰入 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 各国列强开始瓜分中国 沙俄迫使清政府 在1860年签索了不平等的 中俄北京条约 把乌苏里江以东 包括库列岛和海深威等的 一共是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贝戈 从此海深威成为沙俄再远东的军事基地 虽然当时海深威贝戈 但上面还住着几十万的满族人和少数汉人 后来这些人全部被强制迁移或是流放 因此如今该地几乎没有中国人 值得一说的是 在北洋政府时期 1924年3月 中俗进行了谈判 当时的北洋政府要求废除旧约 但是遭到拒绝 1954年 当时的书记赫鲁晓夫到了地处视察 趁这里和美国的旧金山相媲美 此举奠定了海深威 作为远东重要城市发展的基调 由于海深威的地理环境优越 加上气候宜人 成为了以贸易和旅游度假为主的港口城市 这里很快就得到了发展 人口从2002年60万 在2012年时高达100万 如今的海深威 也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 是俄罗斯在远东最大的城市 也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欣赏